這樣子的方式傳送過來 所以我們說一開始我講Function的輸入叫做傳送過來 你這樣子寫就把No.1傳送到X No.2傳送到N 然後X跟N在這個裡面再去做運算 最後再把這個的值算出來 就是大家剛答的那個答案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先復習一下最後的Summary 再讓大家做一次今天的練習好了這樣子 所以這整個單元呢 這是他總結起來的結論這樣 這單元是希望讓大家呢 就是能夠把既有的程式呢 盡量的做重複使用 看你是要用既有的函式庫 或者是你自己從現在開始寫了不少的一個函式 你以後的作業就可以呼叫你自己所寫的函式 來幫你更快的完成作業 然後這個單元還有教大家怎麼把一個問題 你拆解成就是不同的區塊 然後用top-down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每一個步驟就會變成是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可以沒有input 可以只有一個input 或者是多個input都可以 這是你自己定義的 那你自己就清楚好 你到底要幾個function 每個function的資料型態是什麼 你會發現這個單元之後的每個單元在寫 可能你蠻長出錯的地方 就是資料型態沒有確定好這樣子 所以這個請大家再注意一下這樣 好接下來呢 我們接下來呢 我就要來跟大家介紹 欸不對 我要先把那個第三個單元的作業跟大家講一下 好 作業的部分這樣 作業 這次的作業主要有兩個小題這樣 都還蠻簡單的 第一題 那應該說先講這個 都是10月29號早上9點以前 照上次的規矩這樣 有個word檔 有個編譯 有個原始檔 跟有那個就是執行檔的部分 那這兩題分別是這個樣子 第一個呢 請大家寫兩個function 意思就是說你這個程式裡面一樣 會有個main function呼叫這兩個function 要注意一下 有個main function呼叫這兩個function這樣子 然後做出一個請他畫圖 所以也就是說 這兩個function是沒有input output的 畫圖呢 就是一個畫圓形 一個畫梯形 然後就照這個function的格式 這個main function就是呼叫 先呼叫畫圓形 再呼叫畫梯形 再印出一個空白的就換行這個line 然後再繼續畫圓形 畫梯形 這樣就結束了 這是main function要做的事情 所以剛剛有同學問我說 是不是真的就是 只是圓形梯形 空白圓形梯形 對就是這樣子 這題就做完了 這題就做完了 所以不用想太困難這樣 所以等於是你的程式裡面就需要提供說 你自己畫圓形的function叫做什麼 你的宣告 你的定義 你的呼叫是怎麼弄的 梯形也一樣這樣 然後就照man function就做這五件事情這樣 那應該就會畫出一個圓形梯形 空白圓形梯形這樣 不知道出來是什麼圖這樣 所以就是第一小題的一個部分這樣 第二小題就稍微複雜一點這樣 第二小題是這樣子 就是說有一個算是地質學家這樣子 他發現就是地球的溫度跟他的深度很有關係 地球的溫度跟深度很有關係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這樣 如果深度是比如說隨便 如果是公里或是等等 這邊沒有管那個單位這樣 給我一個深度 換算成溫度就是把它乘以10再加上20 這邊單位在這裡公里這樣 一公里呢 一公里的如果是深度一公里 大概攝氏溫度就是30度C 1乘上10加20 這題的題目要請大家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會輸入請使用者輸入深度 然後你要幫他算出來一個攝氏的溫度 然後再幫他轉成華氏的溫度 攝氏跟華氏的公式在這裡 這樣子 所以請大家一樣寫兩個function 一樣你的main function要去呼叫這兩個function 這第一個function叫做深度跟攝氏之間的關係 第二個function是攝氏轉華氏 這樣子 請大家把它的就是 它輸入深度 然後你可以輸入它的華氏跟攝氏的溫度出來 這樣子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這邊看你有沒有 應該是不用需要用到標準攝氏庫 但是你的兩個function一定要有輸入 要注意一下你的輸入到底是整數還是小數 這一題會稍微複雜一點這樣子 你可以自己做驗算一下看這個答案 你自己手算出來跟你這個程式算出來 是不是對的 助教在看大家的程式的時候 會幫大家帶不同的數字 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題目上有什麼看不懂 可以再提出來詢問這樣子 然後助教說第一次做驗好像 Word檔其實要附的那個code是截圖就好了 不用把你的code完整的再複製一遍放在Word檔 因為我們就本來就有你的那個code的檔案了這樣 所以請大家第三次做驗開始 Word檔要附的code的那個只要附截圖就好 截圖不是把整個code原封不動的複製在那個Word檔這樣 注意一下要畫那個結構圖還有註解 所以這個是10月29日就是下禮拜天的部分 請大家就是再把握一下時間這樣子 好 那同樣如果作業有什麼問題可以再提出來這樣子 接下來就要講第四個單元這樣 第四個單元前面其實還蠻簡單 應該說整個單元都還蠻簡單的 這個單元其實主要就要講說 有另外一種不同的程式的執行方式這樣 前面我們所教的程式都是一行一行的 我先寫誰他就會執行 再寫誰就會執行 一行一行的執行下來 可是實際上我們在寫一些程式的時候 有可能會出現一種情況是需要做判斷的 例如說大家如果在騎摩托車的時候 應該都蠻常需要做判斷的 你看到紅綠燈就要判斷嗎 如果是綠燈就直接衝嘛這樣子 如果是黃燈還是直接衝 如果是紅燈 我就知道會有類似的答案 所以有實際的情況跟理想的情況 我看大家從千光路下去 有多少人會真的慢慢的繞那個圈啊 千光路就是那個後門出去那個往下的那個 下去之後不是應該要繞一個圈 才可以進去五福路嗎 知道嗎 對 你們是怎麼走的啊 直接左轉 你這個比我聽到的還要厲害 這很危險 這個直接左轉應該蠻危險的 聽到的是從公園切出去 但這樣你要注意一下 你右邊是警察局就是 所以他從公園衝過去 你右邊 右邊正好就是一間警察局這樣子 後面是消防隊這樣子 剛好那個轉角很有 如果你有時候凌晨 有時候你就會看到有跑車撞在那裡這樣 因為那個彎太彎了 有一次那個藍寶捷女就這樣撞上去了這樣子 所以那個還蠻危險的這樣 我只要跟他講 反正就是我們需要常常做判斷這樣子 我們的程式也是一樣 包含說如果你以後這個程式學完 想要開始去練習 怎麼開發一個物聯網系統 譬如說你想要做一個智慧手錶啦 智慧掃機機器人啦等等 你一定是要想辦法讓他 他之所以有智慧就是因為他會做判斷 所以你一定會需要讓他 針對某些情況來做判斷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所要先教的第一個東西這樣子 就是有判斷選擇的一個部分 所以今天我們會教的有兩個語法這樣 衣服跟switch 技術上來講是這樣 實際的情況就是我們需要讓我們的程式更有智慧 他可以針對不同的情況來做判斷 譬如說你可能以後就可以寫一個類似智慧機車 假設這個機車看到他的攝影機照到前面是綠燈 他就可以幫你固定你的時數好了 假設是這樣 看到黃燈理論上來講他就幫你降時數 慢慢降 紅燈他就馬上幫你煞停這樣子 甚至你還可以做 你如果你的機車跟汽車一樣 他有個攝影機會照到行人突然衝出來 那你就要馬上煞停這樣子 譬如說像是這個樣子 像這個 或者是說你的機車判斷到前面那台車要左轉 也要幫你減速這樣子 不過我跟你們講過就是 就是你們在騎前光路下來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那個前面的車到底有沒有要左轉的故事嗎 你們如果前面看到那台車 摩托車 如果是阿伯或是阿桑在騎車 你要小心 他們是不會打左轉燈的 他們會怎麼左轉的 你知道嗎 打右轉燈 不會 他會用頭來代替那個方向燈 就是你就 反正你就騎一起來 因為我滿常看到的 就是阿伯都會這樣子 他要左轉的時候他一定會先這樣子 他要晃一下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他開沒事之後他就晃第二下 然後第三下 然後就會慢慢的往左偏這樣 他們就是不會打 好像不會打方向 就是用左 用頭啦 他用頭再左轉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以後 如果你前面有個車 不知道為什麼他騎車的時候 頭一直這樣左轉 他就是要左轉 往右轉就是他要右轉這樣 要小心 你知道阿伯那種 可能罰錢是一回事 他下來會怎麼罵你是另外一回事這樣子 對 阿伯有時候還滿兇的這樣子 所以以後我們要做那種什麼 不管是智慧的車還是智慧的什麼 你的城市裡面一定要做上 判斷這個機制 就像可能也許我跟你們提過 以後做那個無人車 如果遇到一種情況 譬如說這個車呢 繼續往前走 他就會撞到一個孕婦 但是如果不撞那個孕婦 就會跑去撞電線桿 就是你死這樣子 那你覺得這個無人車 該怎麼做判斷 沒有這個選 煞車他就會去撞那個電線桿 就是說在那個情況下 就只有剩兩種選擇 要嘛撞孕婦 要嘛你自己自己撞 你自己撞過什麼 嗯...他可能...有可能 配彈手 這我倒是沒有想過 這個不錯 你要那個就像戰鬥機一樣 就這樣子按下去 那就觸上去嘛 這個選項不錯 我還滿喜歡這個選項 因為我每次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是一臉就是沉默這樣 因為這兩個選誰都有問題 我沒選過 沒有想過往上飛走 彈走的那一種 那這不錯啊 以後自動駕駛車就把他做個彈射功能 有沒有 應該滿適合來開發這一個的這樣子 不過剛剛我講的那個就是 自動駕駛車的人為 算道德問題 就是你讓機器判斷 到底這樣對不對這樣子 萬一你壯運負 那責任應該誰負 是開發自動駕駛車的人負嗎 還是你自己負的 現在如果你去試坐那個車 他應該會這樣子 他一開始要開啟自動駕駛功能 他會先一堆條文跟你講 譬如說假設遇到那種情況 車子不管發生什麼事 你都要自己負責 不是車子幫你做決定 是你自己已經先簽頭一個同意書 你要按OK 才可以啟動自動駕駛功能 所以你可以以後可以看看 但至少你這邊學了這個選擇的判斷機制之後 以後你要開發這種 你就會知道以後要開發這種智慧的東西的時候 該怎麼樣來寫那些程式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我們今天會開始跟大家提到一個觀念是 前面所在第三個單元以前交的都是循序執行的程式流程 先寫誰就執行誰 這個第一個function執行完之後就執行下一個function 這叫sequence 循序執行的這樣子 接著我們要教大家的是這個選擇性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會有不同的情況需要做判斷這樣子 實際上這個東西有同學在寫那個 前面那個作業說輸入多少分是多少等級的時候 就可以用到這個東西了 譬如說要輸入b 我就可以自動判斷這個b應該是75分這樣 這個就可以利用今天所教的一個東西 在下一個單元我們還會教這個重複 有些情況下我們的東西要一直重複不斷的做 譬如說我們可能現在要把2加100次 你可能不會希望說把2加100次寫100行出來 實際上我可能只要寫3行4行 我就可以完成加100行的這個動作這樣子 這個叫重複這個是下一個單元會教的 所以這個單元要教選擇 選擇裡面我們可能就需要做比較 比較就會說那我可能有大魚小魚等等的 這邊會看到一些就是比較的方式這樣子 所以後面會教if跟switch這兩種不同的程式撰寫方式 它都可以來實現做選擇的這樣子的一個機制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先重複點 前面很快前面那個要講的東西不多 大家回去的時候可以仔細看一下文字的部分 前面第一個4.1要教的就是跟大家講說 其實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都是在控制 在控制電腦要做哪些事情 控制電腦要做哪些事情 我們在控制它的執行流程 怎麼控制呢 我們都是寫一堆指令 譬如說我們會寫printf啦 寫加減乘除啦等等 教電腦按照這個順序 一行一行的幫我們做下來這樣子 那有時候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我們可能會一次做好幾件 所以前面大家不管在man啊 或是function裡面 你會看到它會用一個大瓜 左大瓜壺跟右大瓜壺 這樣包起來的這樣子的一個區塊 叫做compound statement 複雜的 複合的一個描述 反正就是一個區塊 白話文來講 你就把它當成 就是好這個區塊裡面 有好幾件事情要做這樣 而這個區塊裡面的事情 是循序的執行的 譬如說像這個樣子 大家之前所看到的man function 就會包這個東西這樣子 之前看到的function裡面 也有包這個東西 這邊的每一行 就是一行一行的執行下來的 但是剛剛有跟大家提到過 現實情況下 有可能我們是需要做選擇的 譬如說我一個事情做到 某一個段落之後 我需要判斷 譬如說像紅綠燈 看現在紅綠燈是什麼燈 如果是紅燈就做什麼事情 綠燈就做什麼事情 我們可能會需要做一些判斷 或者是譬如說掃地機器人 如果你以後有機會 寫掃地機器人裡面的程式 在掃地機器人 攝影機照到障礙物的時候 他會判斷現在有沒有障礙物 如果有障礙物 他可能就避開 如果沒有障礙物 他就直接一直往前開 然後去掃地這樣子 所以這個我們就叫做 是一個選擇的一個機制 要注意到的事情是 這邊的選擇 不一定只有兩天 你可能有非常多種 如果掃地機器人 可能有非常多種模式 如果是智慧車子 可能也有非常多種模式 遇到行人的時候 他要做什麼 下雨的時候要做什麼 如果是上坡下坡 他要做什麼 可能有非常多種分支的一個模式 這樣 在這個單元裡面 大家會學到 不管是只有兩條路 還是有非常多條路 我們該怎麼樣子寫程式來實現它 這種不同的選項 就叫做這個 alternative program statement alternative就是不同的選項 不同的選項 就不一樣的 多樣的 可以有另外的一個方式 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把這個圖 記在心裡這樣 這整個單元就是在教 怎麼樣子做這個判斷 判斷完之後 該怎麼引導他走這條路 還是走這條路這樣子 實際上他的技術內容還蠻簡單的 觀念大家弄懂 這樣應該就還蠻輕鬆心意的這樣 所以4.1就這樣子講完了 文字上大家回去要看一下 那個課本的部分這樣子 4.2是這樣子 我們剛剛講到判斷 判斷其實就是 我們要判斷條件、情況、condition 這樣子 判斷就是在先了解說 現在是什麼情況 這個中文情況 condition 這樣 所以整個單元 我們要教大家怎麼判斷這個condition condition 就是 它是一個情況 一個描述 這個描述 基本上來講 就兩種可能的結果 要嘛是對的 要嘛是錯的 這個true或false 可能在大家的數位系統 那門課也有教過 不是0或1這樣子 就是2 兩種情況這樣 譬如說像這樣子 這可能是一個智慧手錶的一個裡面的程式 如果大家以後去買智慧手錶或手環 它可能可以幫你偵測你的這個心跳 偵測到心跳之後呢 它可能會去幫你檢查 它有沒有大於75下 大於75下你們猜可能會做什麼 大於75跟小於75要幹嘛 一個智慧手錶 偵測你的心跳 偵測你的心跳 你們覺得如果是這種判斷 可能是應用在哪裡 醫學 醫學 然後繼續大膽的講 運動 好 運動 譬如說什麼情況需要判斷有沒有 心跳大於75下 對 很好 所以你們知道那個什麼 什麼333運動就是 運動心跳大於多少 130這樣子 所以75顯然是太低了這樣 所以等一下你會看到它就是說 大於75的時候 它就跟你講說 你的運動強度可能已經夠了 如果你運動了一個小時還小於75 那代表什麼呢 你可能根本就沒在運動 你只是站在上面而已 你只是站在跑步機上面 什麼事都沒有 你只在那邊看數 然後你是為什麼要真正到 為什麼你弄了一個小時 心跳還沒有大於75 所以像這樣子就是一個條件 Condition 我們會這樣子寫 前面再加個椅符這樣子 後面程式真的要寫的時候 前面會加個椅符 那這個就是它判斷的條件 看說現在收到的 就是心跳 可能智慧手錶上有個感測器 感測器之後可以把它的資料送到 一塊電路板 電路板就會呈現這個數字出來 這樣子 如果大於75的時候 它要做什麼 大於75就是True 那小於等於75呢 譬如說就是False 那它要做什麼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看 比較後面會看到 前面會加一個以符這樣 如果大於75接下來要做什麼 那再配一個else 如果else就是False的意思 沒有成立的話 那它要做什麼 所以還滿像英文的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先看一下判斷的條件有哪一些 這個應該不用背 你多寫幾次應該就記起來了 這就是小於大於小於等於大於等於 這樣子 要注意一下兩個等於是判斷一不一樣 是不是兩個A跟B一不一樣 你如果要判斷兩個一不一樣 你不能寫A等於B喔 這邊最容易混淆 或者是寫成是最容易出錯 就是你本來只是想要判斷 A是不是等於B 然後你就寫成 因為你心裡想A是不是等於B 然後你就寫成A等於B 你這樣程式就會出現很大的bug 這樣而且還找不到這樣子 等於等於才是判斷一不一樣 金燦號等於就是兩個有沒有不一樣 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個例子給大家看這樣 這個就是課本的例子 我帶大家看幾個就好了 上面這些呢 是下面這個範例會用到的變數的數值 讓大家來判斷看看 看這個 這個每一個條件是True還是False這樣 例如說這個 如果我寫X小於等於0 這個條件是在這個例子來說 是成立還是不成立的 X小於等於0 這個 這樣成立還是不成立 成立嘛 有沒有 那POWER小於MAXPOWER這個成不成立 看一下上面 POWER小於MAXPOWER這個成不成立 覺得成立的舉手 所以大家都覺得不成立 很好 不成立啊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兩個是等於的 他們兩個是等於的 這樣子 好 那再來看X有沒有大於等於Y 上面X有沒有大於等於Y 看起來也沒有 負不可能大於等於7 所以這個大家回去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我們一次會判斷好幾個條件 也有可能是字圓的比較 你看一下這個MAXPOWER 它是一個字圓 就是大家寫的M 這個有沒有成立 它是有成立 它們兩個是等於的 所以這個是成立的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回去的時候看一下這個範例的一個部分 看一下這些為什麼答案是這一些這樣子 這個大家可以先練習一下 看這個小於等於大於這些例子這樣子 有可能我們一次會判斷好幾個條件 剛剛前面的都是一個條件 有可能我們會判斷好幾個條件 如果好幾個條件都要成立 我們才要做什麼事情 譬如說 什麼樣的情況會使大家煞車這樣 騎摩車子 你什麼樣的情況 你一定會煞車這樣 有沒有付 局格兩個以上的條件這樣 如果 就黃燈好了 不要紅燈太危險 如果現在是黃燈你一定會煞 那什麼情況下你會煞 前面有警察 再加一個條件 後面 後面有警察 後面什麼 我好像剛剛聽到前面有什麼 後面有什麼 但我都沒有 剛好沒有聽到最後那個字 前面有什麼 再加一個什麼條件你一定會煞 後面有警察 前面有警察後面有在了 這三個條件這樣 很好 那就用這三個條件 什麼樣情況要啟動你的煞車 要看到黃燈 要前面有警察先生 後面有 有載人這樣 也就是說 這三個條件必須同時成立 那這樣子我們可能就需要用到這個描述這樣 這個AND 這個AND我確定一下說系統交到了沒有 那OK了嘛 所以他應該是用一個電燈炮做例子 對嗎 應該有吧 應該是第一單元 第二單元就會交了 AND就是要且的意思嘛 要同時成立 所以像剛剛那個例子 我們就會用這個AND把那三個條件給連起來 如果黃燈 如果有看到警察 如果有 如果後面有載人 那就會啟動煞車 這叫AND 好 那OR是什麼呢 這三個只要其中一個成立 你就會做事情這樣 譬如說 什麼情況下 你不會來學校 我不想來 什麼情況下會來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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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是AND交集 不是OR 那什麼情況下會來學校 可以是用OR嗎 什麼情況下你們會來學校 有課的時候 或者期末考這樣子 或者什麼這樣 對嗎 所以你可以註記一下 這個就是OR的意思 這個是一定的意思 然後這個就是反向NAT 所以如果這個條件不成立 那我就一定要做什麼這樣 譬如說如果今天不上 如果今天停課 今天學校宣布停課 那學校就不會有人 之類的這樣 就是NAT 所以這邊叫做邏輯上的一個判斷 也就是要把多個條件能夠做整合 看說是要用且 或者 或者是 就是反向這樣子 好 那Compriment這個叫反向 等一下我可以讓大家做一個例子 就是大家應該說系統 叫做反向的嘛 反向在邏輯上是還滿 滿常用的一個觀念這樣 所以譬如說像這樣就是一個反向的例子 這個code你們覺得這個在講什麼意思 這個要判斷什麼 這段 他是在判斷在N什麼 N在什麼情況下會滿足這個條件 大於100 小於0 很好 所以你們有教到那個叫迪摩根了對吧 所以這樣把那個 把這個進到放進去 就是把這個反轉過來 然後and變成 oh 這個再變大於 等一下有個範例 你們可以做做看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反向 所以有可能你自己在寫判斷式的時候 也可以加上這個反向這樣子 好 這個例子 讓大家來看一下這樣 你們覺得這個例子這樣子 答案是什麼 如果下面把這個東西做complement 它等同於是ABCDE的哪一個這樣子 正常來講應該也許不要用到complement會比較簡單 但如果一定要做這個complement呢 把這個東西給反向 它等同於ABCDE的哪一個 你們覺得答案是什麼 給大家一分鐘 讓大家慢慢看看這樣 看起來應該蠻挑戰大家目前學到的反向這個東西 大家看一下 就這樣把反向加進 把這整個東西 把這整個東西做反向 它等同於是下面的哪一個這樣 剛剛有跟大家帶大家了解一下那個 這個反向的一個觀念這樣子 這個會等同 這個的反向會等同於下面的哪一個 我現在有聽到兩個聲音 一個是C 一個是D喔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B 好 B、C、D都有人選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所以E是不可能的啦 通常我這樣寫這個E 從來就沒有一次是E過這樣子 可以不用管它啦 E是不可能的 A有可能嗎 注意一下這整個式子做反向 A、B、C、D 再給大家10秒鐘來找一個同學問問看 然後為什麼它也是選這一個這樣子 讓大家比較清楚一下這個反向的意思 好 來找一個同學 有沒有同學要志願回答 沒有 然後 來找囉 問你好嗎 你覺得答案是什麼 C喔 那你為什麼我會選C 不要害怕這個 因為D跟它外面我覺得很奇怪 你是刪去法 對 刪去法 因為在外面法來講 裡面的資源應該是一樣 可是它等於外面改裡面 好 所以B不對這樣 B跟D都不對 那A呢 好 好 有沒有 答案確實是C 沒錯 我們先給這個同學一個掌聲 考試的時候你要用刪去法還可以 這應該是 也許是你有一個直覺 很強烈的直覺 就覺得這答案看起來就很怪這樣子 那實際上 我們來看一下有一個直接推論的方式 如果這個要加反向的話 剛剛是有跟大家講的 這個N就要變 就要變這個反向 就要變這個反向 這個OR變什麼 變變等 小於等於變大於 然後C不等於要變什麼 等於等於這樣子 所以剛好就是這個C這樣子 注意一下這個後面會再教 所以你這個 本來這個AND這邊要先做的 然後後面看到 AND跟OR呢 他們如果同時擺在一起的時候 誰會先做 這種AND跟這個OR 你要注意一下你在數位邏輯 那邊叫到應該是AND等同於是什麼 這是乘 OVER是什麼 OVER是加 他是先乘除還是先加減 先乘除 我這是提供你好記的方式 AND會先做 他們兩個會先判斷完 然後去跟這個OR做判斷 所以他這邊會加這個瓜 所以這個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沒有必要可能 不要就是去用反向的一個判斷這樣子 就是直接寫可能會比較清楚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講完就先稍微休息一下 這個是目前為止 所交到的各種運算 它的優先順序 前面所交到的是最先的 正負號啦 或是就是等於就是單位員的這個 單位員的運算 先乘除後加減這個運算 算數的運算會先做完 接下來的順序才是剛剛邏輯上的判斷 小於啦這種大於啦會先做 等於呢會後做 最後呢是這個AND OR 所以最慢做的就是這個等 注意一下這個等於是什麼 指定 指定東西給變數 那個等於 等於是最後做的 所以這個你不用記啊 所以為什麼不用記呢 你自己在寫程式的時候 應該都要清楚你什麼東西要先做 那就把那個東西加什麼 括號這樣子 你如果覺得這個背不起來 你就加括號這樣子 要不然你基本上 如果你要記這個 為什麼是比它先做 就是把它想成成 這個是加就好 好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範例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現在呢 有一個式子是長這個樣子的話 然後他們個別的變數數值是長這樣 那誰會先做呢 像這個金燙號這個會先做 會先把這個FLAG金燙號變成1 那OR這個東西裡面呢 這個運算會先做 Y加力會先做是6.0 X減力也會先做3減2是1 那就變成這一行 6跟1呢 6大於等於1 所以它是成立的 它是處邏輯1 1跟這個1呢 再做這兩個OR OR是什麼情況下得到1的結果 任何一個是1就是1的 那我出一個極致的問題給你們聽這樣 100OR99答案是多少 OR是這一個 100OR99答案是多少 你們覺得這答案會變多少 它應該是1 因為100跟99都不是0 0OR0就是0 只要它不是0它就是1 就只有邏輯的世界 所簡單的簡單就只有兩個 不是對的就是錯的 所以我剛剛舉的那個極致的例子 100OR99它還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答案出來就會是1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2 剩下來的30分鐘的時間 看我是不是可以教到說 讓大家可以做一次完整的練習 所以剛剛跟大家提到的是這個觀念 就是實際上你在城市裡面所寫的一些運算 你可以註記一下 上面這個叫Function Code Function Code是優先權最高的 前面一直到加減這裡 都是算數的運算 就是在做一些加減乘處 下面以下都是在做到這個OR 這裡都是邏輯上的一個判斷 那優先權是會比較低的這樣 大概這邊就有兩類這樣子 如果你不確定你自己在寫的時候 到底誰會先執行 那你就用刮骨把它刮起來這樣 好 接下來呢就在講說 如果你要寫一些判斷事情的時候呢 如果你是多個判斷是要連接起來的 你在誰要先寫可能也可以注意一下 這個叫做短路的運算這樣 譬如說像這樣子 這樣子的運算方式 跟如果我把這個移到前面 這兩個對調會有什麼差別 就這個Divide不等於0 跟這個判斷是 如果我把他們兩個對調有沒有差別 你們覺得會不會有差別這樣 這應該前面會判斷就是這個 這行有沒有成立 如果有的話 他要去做一個例外的一個處理 這個條件如果成立的話 會發現一個會出現嚴重的問題 嚴重問題是在於說 如果你這個分母是等於0的 如果你分母是等於0的 那你會變成說你在除這個東西的時候 會導致一個除以0的一個情況 他會有一個嚴重的問題 這邊是短路的意思就是說呢 他如果是這樣情況 最好這個判斷 這個判斷是一定要寫在前面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 如果一開始他就幫你判斷到 這個Divide等於0 後面這些事情他就不會做 and and 是不是只要其中一個等於0 答案就會是0 這樣他就不會去判斷後面 所以有點像是短路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課本上的範例是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在程式裡面有要去檢查 比如說之前同學有提到的房呆 或者是像這個 你可能覺得這個程式的使用能 會不會偏偏弄成一種情況 是會除以0的情形 那麼你可以寫這樣的判斷式 一開始就先寫那個 你覺得最重要需要先判斷的 譬如說他就先幫他判斷 這個應該是除數 除數要等 不可以等於0 如果他偏偏算出來這個除數等於0 這個整條式子就不用做了 那你的程式就可以執行很快 如果你是倒過來寫 你把那種比較不重要的判斷式 譬如說大於誰 那個就先算完 結果最後才發現他會除以0 那你就等於前面的東西都是浪費的 這樣子 所以這個叫短路的一個部分 所以大家在用這個判斷式的時候 你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你有多個條件需要做判斷 誰要先做 比如說剛剛那個例子 比如說衣服啊 剛剛不是說什麼情況下大家會煞車 遇到黃燈啊 然後大家來說如果有警察啊 或者是後面有載人 我覺得這三個條件 誰對你來說是最重要的 有最重要還是都沒有這樣 什麼 擋車 車牌 車牌是什麼 你說 把車牌擋起來 車牌擋起來 車牌擋起來 你就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但如果是那三個條件 有沒有誰一定要是要先判斷 你要先判斷是不是黃燈嗎 如果已經不是黃燈了 那就不用管 這樣 如果現在不是黃燈 那是有警察 你們會匆忙 還是會匆忙 我是覺得這樣講好像不太好 那只要再教大家那個 好吧 換一個方式 反正就是像這樣好了 我還是回來講這個好了 就是說如果 對我們來講 這個除以零可能是非常嚴重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可能需要先看一下除數是不是等於零 這樣 如果他一開始除數就等於零 這只條式都違反了 那我就不用看了 這就要修色品 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樣 好 接下來呢 就要讓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自己知道邏輯上 譬如說我們要找 我們需要在數值在某一個範圍的時候 才做什麼事情 我們知道要做什麼判斷 我們該怎麼寫出來相對應的程式判斷式 譬如說 假如現在我們知道 X呢 一定要在這段範圍裡面 大於等於minimum 小於等於maximum的情況下 我才會做事情 那判斷式我們該怎麼寫 利用剛剛所教到的那個大於等於 小於等於 那樣 跟and or要怎麼寫這樣 所以這就是課本跟大家講的做法 那就要寫成這個樣子 就是說你其實畫圖自己很清楚知道 你需要的X的數值 必須限制在這個範圍裡面 如果X的範圍在這個裡面 譬如說也許是 如果你的 譬如說像我們那個等地字的成績好了 如果你的分數介於譬如說90到100 那麼你的成績就會是A加 介於90到100 程式上要怎麼寫出來這樣 英文很好寫嘛 或者是畫圖很好畫 90、100就畫出來了 但是判斷是你要怎麼寫 那你就可能就要寫成像標題這樣 如果X大於等於90 記得有個and and X小於 這邊可能叫小於 小於100 或是小於等於100 那就是這個意思這樣 所以你看一下課本 回去的時候看一下課本 這一段的意思 圖4.2的意思 它只是要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自己心裡知道你要做怎麼樣的判斷 那麼你怎麼寫出這個式子 你要搭配這個and 然後小於等於是要放哪裡 這個大家要再注意一下這樣子 另外一個例子 如果X呢我需要的值是大於等於Y小於等於Z 那這樣子判斷是我該怎麼寫的 這個例子就要變成用OR 大於等於Y或者小於X 它就是一個OR這樣子 所以這邊只是要讓大家看一下 之後你會滿常使用到這個 包含這一章節的作業你會用到這個東西 你會需要判斷數值的範圍 但是你需要怎麼用OR啦 大於嗎 還是大於等於呢 往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好 最後一個是這個比較致圓的一個部分 我問大家9大於等於0是對的還是錯的 致圓9大於等於0是對的還是錯的 你們覺得是對還是錯 為什麼對 啊這樣我可能寫錯啊 你們覺得為什麼是對的呢這樣 有時候就是不小心比物這樣子 9大於等於0對為什麼對這樣子 有沒有其他更你自己的理由這樣子 謝謝你相信我這樣 那你可以看一下為什麼會這樣 好 那你們可以幫我查一下你們課本 有帶課本來看一下附入 9的ASCII code是多少 啊0的ASCII code是多少 看一下附入好像2還是3吧 翻到最後面這樣子 9大於等於0一般來說是對的 因為我們排序都是0123456789 那A小於1也是的 因為排序都是ABCDEFG這樣子 大寫的B有沒有小於等於A 應該說這個 小寫的A有沒有小於等於大寫的A 這個答案你們覺得是對還是錯的 好 那這邊的講義課本寫的是要根據系統 要看你的系統是用什麼做編嗎 大家幫我查一下好了 小寫的A那個ASCII code是數字上是多少 趁這個機會讓大家練習一下怎麼看那個ASCII code 這樣 有個附入不知道2還是3 看一下 B B 好 附入B 好 謝謝你 多少 A是D喔 附入D喔 好 附入D 附入豬啦 請豬看一下這樣子 幫我查一下小寫的A跟大寫的A 他出來的RSE code是多少 他會對應到一個數字 XY軸交集會弄一個數字出來這樣子 你就照著那個表格對就會對出來 小寫的A是多少 找到了嗎 找到了同學舉手 然後報個 等一下下課來前面報個學號一下 找到了同學 他應該有教怎麼講 怎麼對那個範例 小寫的A是多少 應該是先對橫的再對直的 97喔 A是97 大寫的A勒 65 大寫的A是65 所以那這樣這題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對還是錯 錯了 有沒有 實際上 你等一下來前面寫一下 那你也是 你講好多的答案 這個要根據系統 就是根據看我們 不同的系統 如果你是用RSE code 小寫的A會小於大寫的A 小寫的A是在大寫的A前面 這個是Force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至於下面這一個呢 這個我就不是那麼清楚 他想要表達什麼 就是CH這一根 可能是兩個單字嘛 單字組合出來的數字 比一個要來得多這樣子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就好 我覺得上面這個可以看一下 因為後面你看範例還有 或者是課本後面的練習體 這個還滿有用的這樣子 譬如說之後我們用感測器掃描 譬如說雷達掃描飛機 或戰鬥機的型號 ABCDEFG這樣子 我如果掃描到A的 掃描到B的 可能是代表不同的型號 A可能是F16 B可能是幻象2000 然後掃描到不同的數字 我可以比較 如果我的掃描出來的那個代號 大於等於 譬如說大於等於A 那它就大於A的話 那它可能就不是F16 它可能是幻象2000 等等的這樣子 你可以看一下後面的範例 這種字緣的比較 在現實生活中也滿常用到的 因為我們很多東西都用字緣來做表示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要對照到ASCII Code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的時候 再多練習一下這樣子 好 再來還有一點點東西 4.3 大家的講課本4.3的一個部分 現在我們就要開始比較 就是更進入一些細節 來跟大家講 剛剛交到的那個判斷是 到底接下來要拿來做什麼 這樣 在這個單元裡面 這個判斷式我們就會拿來 就是看說 根據判斷的結果來決定 接下來要做什麼 可能有兩種情況 一種呢 是這個判斷式是對的或錯的 都要做事情 另外一種呢 就是只有對的時候要做事情 錯的話它就直接往下做 什麼都不用做這樣 例如說這個心跳 如果心跳大於75呢 它就會跟你講說 欸 那你這個運動是有效果的 繼續持續下去 如果是小於75的一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說你目前的心跳還好 也許你可以再往上跳這樣 這個都我們之後可以自己定的 這邊的精神在於 它正確的時候要做什麼 錯誤的時候要做什麼 都有規範 右邊這個呢 如果X不等於0的話 它就把這個product乘上X 如果X等於0呢 它就什麼都不做 就下來 所以這個算是 讓大家知道一下 判斷是有可能會導致 這兩種不同的一個結果這樣 所以在實現上面寫code呢 在寫程式我們就用異符來做這個事情 來實現這個 譬如說這個或這個流程 如果是右邊 右邊這一格的話 我就會直接寫異符 如果是這個 X不等於0成立的話 那我就做這個乘法這樣 如果是剛剛左邊的那一個呢 我們就會多一個else在這裡 所以這邊大家可能一開始 現在會先開始學到 if跟else的用法這樣 if的裡面會放判斷式 如果這個判斷式成立 它就做看接下來做什麼 else呢 就判斷做什麼 注意一下現在的範例呢 每一個判斷式後面 就只有一條式子而已 譬如說這個if後面 就只有這個printf else就只有printf 這個if也只有一條式子而已 這樣 這是最簡單的 等一下要開始講 如果萬一這個if成立的時候 它要做好幾件事情 那我們該怎麼做這樣子 好 所以像這個就是剛剛提到的那個 很像智慧手錶 判斷心跳的 它一開始呢 這個整個完整的程式 一開始呢 它會叫它輸入10秒鐘的脈搏 它輸入存起來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幫它算心跳 它會把這個10秒鐘的脈搏乘上6之後 當作它的心跳 拿來做if als的判斷 如果大於 譬如說這邊大於56 就做個iOS就做這個這樣子 所以下面是一個範例 讓大家知道一下 像以後這個 輸入的這個東西 可能就是 以後大家修一些課 就有機會用到感測器 感測器就會送這個數值過來 你就可以用以弗的東西 去判斷感測器 送來的心跳的數值 是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可能我之後的課程 可以拿那個東西過來給大家看 因為剛好自學習 我一個碩士班的課 就在做這個東西這樣 就是物聯網的東西 也許之後 找一個機會拿來給大家看 你就可以知道 其實寫程式跟之後 你要開發物聯網 是蠻有關聯的這樣 所以下面這個範例 譬如說它輸入10秒鐘 它跳12下 成一層之後 它心跳是72 然後它說大於這個 所以叫它繼續 可以再繼續運動這樣子 好 4.3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就把握住這個重點 if還有if-else這樣 如果兩個成立跟不成立 都要做事的話 就會多一個else這樣子 好 4.4呢 就是if跟else的判斷上面 如果成立跟不成立 它會多做好幾件事情 不像前面這個 都只有做一件事 一件事 它會變成多一個 叫做複合的一個statement 這樣子 譬如說這個例子在做什麼 你們覺得 你們看這個code 它在幹嘛 這個東西在做什麼 怎麼猜 這個就是我剛剛要講的 if後面 它做了三件事情 所以它必須要用大瓜糊 複合這種 複合的statement 都要加大瓜糊 這邊這個章 這個章節是跟大家講 有可能 你之後寫的每一個程式 if的後面 都不會只有像這樣子 就是接printf而已 你可能會多做好幾件事 那麼你就要用大瓜糊把它刮起來 代表這三件事情都是在 以符這個條件成立的情況下 做這件事情 你們猜這個在做什麼 交換位置 好很好 第一個看出交換位置就很好 第二個做交換位置要拿來幹嘛 進一步可以拿來幹嘛 排序很好 所以其實你們回去就可以試試看這樣 如果現在叫大家 我給大家 以後如果出過作業 給大家十個數字 叫大家幫我由小到大排 那你不可以輸入的時候 就幫他排好了 我的意思不是叫你人工排 我是叫你電腦排排 你不能輸入十個數字 就12345678910 印錯完就1234567 這樣有什麼好排的這樣子 電腦幫你排 譬如說就是極致的情況 1987654321 你要弄出來12345678910 這樣你要怎麼做 你就要去比較兩個數字的大小 然後把它換位置這樣 這個題目還蠻有趣的 這個你可以做多快 花多快的電腦時間把它完成 是蠻有挑戰性的 譬如說以後我就出 假設的題目也許我就出 我只是假設 不會真的這麼做 100個數字 然後請大家寫一個程式 可以把這100個數字做排序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比比看 大家做排序的時間花了多久這樣子 譬如說有的人可能會花1小時 才把這100個排完 有的人可能10秒鐘內就可以排完 這跟你怎麼排是蠻有關係的 但是這邊比較單純 那就只是把兩個數字做交換 你要怎麼把兩個數字做交換呢 譬如說A跟B 你要把A跟B的數字對換 你不可以單純的寫說 我就等於B等於A 然後又A等於B 這樣子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A跟B就會變完全一模一樣的數字 你必須像現在這樣子 它有一個Temp 有一個暫存的變數 先把X丟來這裡 如果X跟大於Y的話 假設現在我要由小到大排 那我就要把X跟Y的位置對調 我先把X的數值丟到一個暫存的變數 把Y的數值給X 再把這個Temp丟給Y 那我們就可以互換這樣 所以交換這件事情倒是還蠻簡單 這麼做是最快的一個做法 但排序那件事情就不簡單了 所以這個倒是蠻有挑戰性的一個題目 以後大家可能修一些演算法的課會再看到 這一個章節我只是要跟大家講 你的衣服的後面或L的後面 有可能會不只一行 如果有多行的話 要用這個打刮起來這樣子 好 最後兩題